GP5%以上 我們亦聘用了全香港的接入人口8% 有四十幾萬 大家都可以理解得到 我們每一年在香港需要投放基建的維修更新 社會基建樓宇設施的添置 為市民大眾的一些社會設施 都是需要很大的工程量才能做得到的 因為我們有這麼大的從業員 所以我們需要每一年在香港要有2500億元的基建工程量 另外至少是有1000億以上的 是政府的新工程項目 政府的新工程項目實際上是十分之重要 是因為如果沒有基建的設施 包括路、橋、水管、污水、排水等等 就算有樓建的 市民都沒有辦法可以回到家 設施力都不可以善用 所以我們十分之關注 我們現在在政府 關於新的公務工程撥款的情況 在過去幾年 在世上拉布從未停止過 或者我們現在介紹一下 在過去的情況是怎樣 在大家看到的附件一裡面 實際上已經看到了 或者我簡單地介紹 這個表在附件一 分開幾行 第一行就是公務工程的撥款 第一行就是立法年度 第二行就是當年政府預計 在當年的立法會要求政府撥款的工程項目 以及它的總額 在下一行就是當年財委會批的 撥款總額 再下一行就是 因為上一個立法年度的拉布 令到有一部分的工程 是要撥落 要等六個月 要等下一個財委會才撥得出來 那麼大家 最後那一行就是 比對當年政府要求 準備好在立法會批款的 以及當年 在立法會同一年度裡面 批得到款的款項是多少 大家要看到就是 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而同一年可以批得到的錢 平均每一年都是只有五百多億左右 那麼這個實際上 就是過去幾年 拉布不停地製造一些 工程上批款的延誤 令到整個建造業 以及香港經濟 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今年實際上已經過了一半 政府原本是預計 有八十五項 分開四十五份文件 是一千七百億的新工程項目 但是直到今天 在財委會只批了八十七億 雖然 另外還有四項 七十七億的工程項目 就是過了公務小組 是未上會的 那麼現在現有 我們在建設大盟的角度來看 所以所有的拉布 包裝式的拉布 是在公務小組出現 令到他們根本無法上到財委會 我們覺得議員 是需要有他們的職責 但是也不應該 在一些很微細的瑣碎事上 也不可以寫本續末 而忘記了整體大眾的利益 我們覺得這需要一個平衡 大家都知道 財委會和公務小組 每一年都有一個既定會議的時間 但一年內 是需要 例如今年 是需要審佈一千七百億 但是我們現在過了一半 我們現在則是八十七億 那麼這個呢 這麼大的落差 到最後 都會影響到我們市民大眾 所以現在我們也希望 這個議員 能夠有效地運用議會的時間 他們的問題 是可以邀約見面 要求與政府的官員見面 去解答他們一些認知上面的問題 或者是事實上面的細節 或者是有些什麼設計上面的更改等等 那麼也可以提出書面提問 我們希望他們所有這些 比較一些瑣碎的問題 不是大原則性的問題 是可以在會議的前後討論 現在我們香港 只是面對一個多大的經濟挑戰 而事實上 我們在2019年 我們的經濟可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作為一個本地投放的基建投資 這個呢 我們真是很希望 以原來可以考慮的一項 就是我們要未遇成謀 我們應該就是將一些 政府已經準備好 而合理的項目 應該立即全部上馬 因為只有這樣 才可以令到我們的經濟 保持一定程度的一個生氣 那麼我撮擾就是這麼多 亦都希望在這裡呼籲所有的立法會議員 亦都希望了解到我們現在 香港經濟的要求 市民大眾的期盼 但是儘快將我們的新工程項目 儘快上馬 那麼我們在12月13日 就在世上約見了全體的立法會議員 那麼只要任何他們願意見我們 我們都希望可以跟他們面對面的解釋 我們現在面對的困難和我們的看法 那我 或者現在我們交給 這個駐地盤的人員 黎先生跟他說幾句話 有什麼 你過來 拿著牌過來 謝謝 多謝各位 我是代表駐地盤人員協會的 那麼我們的從業員 就全部都是顧問公司聘請的合約員工 那麼就是負責監管政府工程 那麼我們那些從業員 就包括專業工程師 測量師、監督、技術人員和文職人員 正正因為我們只是服務政府工程 所以這次我們受打擊比較大的 隨著現在的大型工程陸續員工 包括口岸、大橋和鐵路 其實我們已經有一部分的從業員 就已經是待業的了 其實這樣就是幾深遠的影響 第一就是 根本就職位不夠 新人就進不了行 第二就是 其實我們就 對於駐地盤人員 政府就是有一個限制的 如果我們一段時間之內 就沒有做回政府工程的 我們會當新人 所有我們那些薪酬、福利 就會由起床點開始計 這個後果就是令到資深的那些從業員就會流失 那麼如果是新大型工程上馬的時候 又沒有新人入行 資深人員又走了 根本就是真空的 那麼其實呢 對那些工程就影響非常之大 那麼所以呢 我們就肯請立法會議員 就 停止這些 所謂的拉布 那麼 盡快通過這些撥款 那 就是這樣 好 謝謝 各位 我是劉振奇 我是代表 這個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 這個商聯會 是代表 機電各行業 包括 冷氣 電氣 消防 水口 以及電梯 主要這幾個行業 實際上 我們 剛才 謝先生說過 現在那個 公務工程的撥款 那個滅口 已經是多年積下來的現象 那麼 你可以看到 從2015年開始到 2018年 還未說今年 實際上 那個積落 那個 一路推後的工程 是超過一千億 一千億 這個 也都影響到 剛才黎先生說過 工程量下降 就影響到 各性 各性循環 所有 建造 和 機電業都影響到 現在 很多 業界 減少 或者停止 招聘 新人 變成 業界 缺乏了 青年 新血 人財 老化 工程 如果新的工程來到 我們要 人手的時候 已經是變長莫及 我們再看看 今年 因為現在 批到的 十分一都未有 有 1,6億 新的工程 是未批的 那 這個是相當於 香港每年 公共和私人工程 一共的 差不多 七成 是很大的數目 現在我們香港的經濟情況 已經是很不明朗 地產和 股票投資市場 正在調整 國際貿易 很多談判 也未知前景如何 那 這些 當然 這些因素 是香港 我們自己不能控制 但是 會影響到 我們 未來一兩年 或者更遠的經濟 我們要看看 如何應付 但是 唯一 我們香港 是可以控制的 就是 我們自己的 公務工程 尤其是 當其他各項 各業 開始慢的時候 公務工程 是更加重要 因為 它是可以 補回其他 各項 經濟的不足 譬如 旅遊 物流 方面 這些 現在 我們希望 公務工程 起碼做到 基本 能夠 令到 我們的行業 就業 所以 我們希望 直接給了 各國議員 他們可以體諒 我們幾十萬 的從業員 以及 香港的市民 希望 將香港的經濟 維持穩定 讓各項工程 可以順利地 來撥款 多謝各位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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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陳建石 是香港工程師學會 前任會長 我這次是代表 建造業的專業 人士發言 在這幾年來 在這幾年來 立法會 個別議員 持續不斷的 異議不決 和長期拖延的情況 令到很多基建項目的撥款 是沒有辦法依照計劃審議 和表決通過的 我們學會 非常擔心工程撥款 延誤 對各個迫切的民生項目 造成無法衡量的損失 亦都會拖累香港地方的持續發展 嚴重影響香港的競爭力 由於大部分 正在動工的大型政府工程 已陸續於2017和2018年員工 包括高鐵 人工島的口岸 港珠澳大橋 港鐵的沙中線 港島南線 觀塘沿線等等 都已經陸續完成了 如果這個新的撥款 再繼續拖延下去 新一批工程又未能及時銜折 工程量不足 將會嚴重影響大量的專業人士 和技術人員的持續就業 而現有的工人 亦將會因為開工不足而被迫轉行 長語而言 我們建造業的勞動力 將會出現斷層 我們學會多年來都致力提升工程專業水準 和培育新一代的接班人 長時期的工程部款的延誤 使得工程界的發展停滯不前 拖垮整個行業的前途 由於行業的前景未明 使得很多有意入行的年輕人 就是卻步 我們學會多年來的培訓工作 將會付諸流水 我們希望立法會 立即加速審批個案工程項目付款 使得香港的基建發展重立正軌 多謝大家 謝謝王平 各位傳媒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王平 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王平 現身成功處理了140宗 立即的人數是1114人 金額是5488萬 這裏就這樣 拉鋪影響到我們的工人 入職有困難 造業有困難 現在出現了什麽情況呢 就是我們前期的工種 紮鐵、磨板、落石紙 這幾個工種呢 工人已經要輪著開工 工程又不足 要輪著開工 這個趨勢呢 亦都蔓延到其他工種 例如我們泥水 郵察水學 現在很多工人 就來到我們工會塵購 找工 或者 他們都不一定要再起自己本項 有工作就可以了 這些集工他們都願意氣足 去年我們只有一宗死亡個案 即是一個磨板的工人 去做集工 這樣就出現了意外 這個很慘痛的 所以我們總工會就希望 那些議員呢 不要再拉鋪了 這樣會影響整個建築界的運作 導致建築成本的上漲 浪費了公帑 最終呢 選去是全體市民的利益 我們呢 亦都呼籲呢 就是 政府呢 這邊都是關注 大家一起努力 將那個撥款呢 要快點 要不然呢 影響是很廣泛的 也都造成以後的年輕人呢 看到建築界的前景原來是這樣的 入行的意欲呢 就這麼大 真的就沒有禮捕 就盡快撥款 因為我們工人呢 手停就好停的 好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五辛華 在香港建築分包商聯會的會長 這次我和大聯盟的所有成員 再次和大家見面 是一個很無奈的決定 因為我們建造業的本業呢 就是幫香港市民服務 為他們蓋樓 蓋橋 蓋路 令大家可以安居樂業 我們是不應該出現這個場合的 政治歸政治 不要影響到民生 更加不要影響到經濟 也都不要影響到任何行業的發展 由1314年到906億 批約366億開始 每一年是批救數的 我們每一年 走去和議員解釋 上街遊行 去立法會 示威 才跪玻璃 跪到五百多億 但我們整個行業 如果公務工程沒有過千億 是根本無法支撐 在這裏我想補充一些 想更正大家的觀點 我們行業中有45萬從業員 包括工人、判商、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士 這45萬人不是因為我們要找工作 所以逼政府開工程 而是香港根本需要這些基建工程 政府是有責任為市民提供適設的基建 才可以推動社會發展 我們是為這件事而服務 這個人數是有個必然的存在性的 大家不要有個誤解 而現在政府是有罪地推出工程 亦都希望能夠令到市民大眾能夠過得更好 我們不只是建一層樓就可以了 沒有橋、沒有路、沒有水管 賣到去誰住 所有東西都是基建 基建就是民生 所以我們做每一件事 都是跟香港的整體發展息息相關 現在拉布的影響 不只是大家看到 他們所謂 過去幾年 他們擺明居馬華拉布 針對性拉布 一拖就拖了幾個月 經過我們多年的努力之後 他們都明白他們的拉布行為 令到行業和市民大眾反感 現在他們改變的模式 包裝了才拉布 我可以用六個字來形容 假提問 真拉布 我們覺得這種行為是非常不齊的 他們要提問 有很多的渠道方式 但是不應該只拖延 將議員的時間浪費 我覺得這些問題 這種提問質素 根本不配做我們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他們應該很清楚自己的角色 他們是為全香港700萬市民服務 而不是為他們一小撮激進的市民交功課 他們有責任 他們正在出糧 所以他們應該很切實地履行他們議員的工作 亦都要顧及全香港700萬市民的福祉 不應該用這樣的行為去再拉布拖延 我們分包商在建造行業來說 是一個必然存在而重要的環節 但是我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中小企 在過去幾年 每一次拉布的行為都令到我們失伏很多 尤其是我們不同的工種 前期工種 好像剛才黃平先生理事長說 釘板紮跌落實市 現在的工程量已經下跌了三十幾個百分比 原有工人去哪裏開工 我們這些判商就可以捱得多久 我們過往咬緊牙關 每年五百億我們一直捱下去 但是今年的數字告訴我們 是已經水深火熱 政府上了1700億工程 因為之前拖後了 好了到今天為止 財委會批了87億 其實當中有39億是去年批不及留下來的 實際上批了今年的新工程只有48億 是整個政府推上去等待審批項目的2.8% 45萬人是否只是2.8%的人開工 其餘那些回家睡覺 我們現在所佔香港的GDP不高的 只是5.1% 但是養活了四十幾萬香港人 他們的家庭成員 百幾萬 我當平均三個人計 就是有130萬的香港人 是靠建造業生活 我重申一次 我們不是在香港市民身上賺著數 我們一直都是為了配合政府 配合香港的發展提供服務 我們所做的事是服務市民 但是如果這班人找不到事做 轉了行 將來就算批到工程都沒有人做 整個香港發展就會大墮後 現在我們在說所有的基建項目 都是跟原本的政制推動發展 是完全脫了折的 不只是我們沒有工作 是整個香港都會癱瘓 每一件事 拖詞都說十年八年 這些就是我們立法會 部分有心的議員所做出來的 這件事 無論我們行業 或者我作為香港市民 我都覺得非常之反感 我在此都希望他們慎重考慮 從今天開始修正他們的行為 不要再做一些危害香港市民 危害香港發展的事情 令到那個公務工程 能夠順利推進 時間不等人的 我們今年的立法年度已經過了一半 接下來下一次開會是三月尾 我看不到我們現在 只是批了1700億入面的2.8% 今年他們怎樣跟我們追回 我希望他們明白 現在的嚴重性去到哪裏 他們立立考慮清楚 不要跟我們行業 跟我們香港市民作對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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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傳媒的朋友 我是香港建造商會會長陳修傑 那在這個 從我們1415年度立法會 至到現在18、18、19年 那個拉布的情況 是沒有改善到的 是越來越更差 我們剛才各位港姐都說了很多關於拉布的情況 我或者很簡單地將它歸納幾點 拉布呢 是影響到我們香港民生的建設 也拖慢了我們香港整體的發展 第二呢 我們也是影響了我們培訓 我們建造業的人才 以及也很難有機會吸引不到新血的入行 另外一點就是 我們很多 從業員 工人 以及前線人員 現在已經是開工不足 也可能是沒有工做 這個不是因為工程不足 或者什麼 這個是不足 但是呢 其實是在line-up 在這個時間表上 都是很多 只不過那個時間是錯了 是 剛才有講的 都是說 因為那個項目是出不了來 而是令至很多前期工程的工人 是開不了工的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那我覺得呢 就是 香港是 有這個能力 有這個財力 去做一個基建的工程 那 但是我覺得很可惜 但是很可笑 也是 覺得為什麼 有這麼多工程 是可以 整到香港整體的發展進步呢 而是 現在整到 香港整體是拖慢了很多 經濟的發展 以及民生的設施呢 那這個呢 都是嚴重了影響的 好 可以 說這麼多 我補充幾句 因為今天建築越大聯盟 是建立經文聯 表達 現在呢 就業界對於公務工程 批撥緩慢 帶來的嚴重的影響 經文聯 當然都理解 業界的那個狀況 實際上呢 這幾年呢 這幾年呢 公務工程 批撥的緩慢 還有呢 是 可以這麼說 就 有時呢 是積壓得非常之嚴重呢 即使後來呢 再 公務批出來也好呢 就對於 這不論是 政府是工程上的管理 以及業界的生計呢 都是有很大的負面的影響 公務小組呢 實際上一年呢 實際上一年呢 例會呢 是說三十幾個小時 而已 在以往呢 三十幾個小時 批撥幾十個 公務工程的建議項目呢 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呢 是很多 特別是 不具什麼爭議性的項目呢 在公務小組 以至在財委都過得很快 但是現在呢 就 有一個狀況呢 就是 公務小組和人事編制小組 討論完的話呢 也都 很多時候呢 都有議員呢 要求去到財委會 都分開表決 所謂分開表決的意思呢 就是財委會那裏呢 又要再提問再談過 這個狀況是絕不理想的 那麼在今年呢 公務小組實際上 是例會已經開了十八個小時 加會呢 就加了十個小時 已經呢 去到二十八個小時了 但是呢 新工程項目呢 公務小組呢 都是批了 大約是一百三十億 左右 另外有一百五十億呢 就是基本工程 儲備基金整體撥款 那麼在這裏呢 我也想呢 在這個數字上呢 向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我所見呢 建造業大聯盟呢 這個表裏面呢 是沒有包 每年的基本工程 儲備基金整體撥款 整體撥款的數字 所以呢 如果是屯門朋友 你手上有的數字 一對比呢 你可能不知道 為什麼會好像有點差異 原因呢 就是每年的基本工程 儲備基金整體撥款呢 根本是說 各個不同的政府部門 很多的小工程 包括維修等等 並非我們大聯盟裏面 所說的 新工程項目 主要的基建項目 那麼 以今年為例呢 一百五十億的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呢 是說近萬行 一萬行 所以你看到 每一單呢 根本是一個很小的 額度 那些是很小工程 所以在那個 對於那個 業界的 工作量 那個 基建建設 的分析上呢 這個數字呢 要清楚一點解釋一下 不用讓大家 傳媒朋友呢 在跟你手上的數字 對比 覺得好像有一個 對不到的樣子 簡單解釋 至於 現在的 公務小組 和財委會呢 其實 其中一個方法 都是靠家會 但是呢 大家知道 立法會的工作 都非常繁重 其實呢 找家會的空檔 和房間 有時都存在困難 好 聽說 我在這裏解釋 財爺 現在在下面呢 在這個 財委會 來解釋 今年的財政預算 就算我們放了多少錢 在財政預算 在這裏 每一會 它又有這麼多的計劃下去 未來的四年 五年 要有十萬間房屋下去 要建一些基礎建設 放了幾百億 到這裏 但是問題呢 就算它放了多少錢 在這個立法會 就像剛才 Lawrence 那樣說的 陳生 那樣說的 但是拿到下來 那些錢 就在這裏 一切都在這裏 一切都在這裏 就影響了整個 香港的經濟發展 這個 才爺 每一年 拿到這個預算案袋出來 我們還要面對 我們香港 如何向前看 如何去經濟發展 沒有了基礎建設 沒有了公務工程 香港沒有得發展 那真是 人家比起大灣區 另外的城市 全都超越了我們 很簡單 你過去看看 深圳 黃光 你去哪裏看呢 你看人家的基礎建設 全部都很新的 不想我們 是不是需要做到 很弱 四十年都沒有 基礎建設在這裏 我們不可以 不是我們沒有 我們有了 這些錢在這裏 但是我們做不到 工人方面 沒有公開 有公開的那些 就全部 要是餓餓死 要是飽就飽 飽到做不到 現在的問題是不健康 過去的大聯盟 由14年至今 我們都是每一年 在這裏 又貴又購 希望可以 不是為了我們的業界 是的 我們是為了業界 不是這個問題 但是為了香港整體的利益 在這裏 如果不是 我們將來真的 不能發展 你們這些年輕人 全部都要迫著 去大灣區做事 我們是為香港 都要去經濟發展 有經濟發展 有基礎建設在這裏 但是現在在立法會 你看看每一次 我們開公務小組好 財委會好 開一次會 就是 頂籠有兩個項目 兩個項目 有些項目 小到小 都可以說 不需要再問 都很簡單 在這裏 我們很希望 我們的同事 很了解到 配合 我們未來 2020年7月 就是很多事情要做 尤其是很多 基礎建設要批 但是如果 看這個情況 一點都不樂觀 我們還是有時間 去改善整個制度 好 大家有什麼問題 是 想問一下 這些業界的工人 開工時 例如機電業 或者建造業 或者這個包廂 包廂 其實開工程度 少得如何 例如剛才 黃沙說 自己是一個行為 主要負責政府的工程項目 其實政府 因為可能是 那個問題 可能政府的工程 是少了多少 甚至是 一個月來講 是股工程 少了幾個項目 現在這個情況 業界有多少份工作 可以教你黃沙先說 好 其實我姓黎 不過我代表了黃沙的 好 先說說 黃沙調了位 換了那個牌 換了那個牌 他那個牌 剛剛現在 黃平先生在這裏 這位是 這位是黃沙 換了位置 我先說一說 我們可能要上中間 還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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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一下 政府項目 因為你說 多數是政府 顧問那些工程 現在以往 是有多少工作 可以收到呢 其實呢 其實呢 掃手指 這樣 其實我們呢 整個從業園 只有四千多人 那 一單大園的工程 呢 限限地 是四五百人的 那 現在呢 幾單大園工程 都已經完 或者 就開始是完的了 好像 連塘口號案 這個 這個港珠澳大橋 港珠澳大橋 還有中環灣仔腰道 還有 其實我們有些從業園 就是 進去做地鐵的 現在呢 就地鐵 沙中線那些 那些 已經都陸續 陸續續 就是 會是 會是 其實呢 就是 屯門赤立角 屯門赤立角 連接路 他那些統目工程 那部分呢 就已經 亦都是 開始 這幾單呢 你就這樣數 每一單 你當它四百人 差不多 有些 有些 好像中環灣仔腰道 他 其實 他分兩個 合約來做 每個合約有一個 PRE 他們那個 人數 就是雙倍 那裡 已經 二千多人 就這樣數 已經 已經有五單 你看看 這二千多人 出來了 那現在 有沒有 這麼大型的 或者是 相類似的工程 可以接到 其實暫時來說 政府就有 有這些工程 訂出來的 但現在還未派到 那你 你計到 我們 我們有四千多人 那裡 放了 成二千人出來 成半人了 當中 當然 我們有一部分人 是找到 但相對來說 是不理想的 有些人 做了其他事 是的 所以 剛才我才說 有部分人 做了其他事 但 他不回頭 就大件事 例如呢 你意思是轉行 轉行的 其實呢 要開飯 是的 其實我們 很多時候 一單工程 至一單工程 中間 就算我們自己 本身 找回政府的工程 中間那個 processing time 我們都要三至四個月 如果 你今天 簡直 沒有第二單看到的 你在那裡 我想 不是很多人 可以等幾個月 即你意思是 有一個單工程 一定 我們自己 通常是這樣的 一單工程 因為一單未完 就去申請 變成 沒有真空期 但中間其實 要申請期 都要一段時間 因為要政府批 公司又批 然後還有些手續要做 但是 如果你直接前面 連工程都看不到 那時候 你計算 你那些申請期 那些 我認識 有些人 已經整年 都找不回政府工程 做其他事 那如果工人方面 或者 阿平 或者 或者 楊先生可以說 其實前線工人來說 或者你們 身做可能承辦商的話 其實工程做得怎麼樣呢 就是 剛才都說 可能 承辦公司的問題 說了很久都說 我已經玩了 其他房子 但是現在 收到多少工程去做 或者工人 可能工作 新工程去做多久 還是 哪些工程去做 那麼 根據我們工程收到的情況 現在 下石市的工人 你差不多 一半開工 一半不開工 又輪自開 我們扎鐵 也出現了簡訊 這些都是工程 上來 我們會 是靠做 那時候我們做 一些數字 我嘗試講講 我們是分包商 其實釘板炸鐵落石市 我們在我們的工作裏 它是有分不同的工種 在不同的時段出現的 當然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組織 有一個結構 才可以有其他工種加入 其實釘板炸鐵落石市 就是我們經常講的 前期工種 而你做任何的工程 無論是私人工程 或者是政府工程 都需要有石市朗 現在他們最受打擊 就是這一班 為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數字 剛才Thomas秘書長 他都給了一些列表來看 其實我們在基建中 我們整體香港 大概是要2500億的工程 差不多一半一半 住宅大概是 可能有1000多億 有1000多億 就是私人市場 另外1000多億就是公共工程 所以其實我們說 1000億或以上 是一個很基本的要求 但是我們除了最誇張的 1374年批了36億之外 以後都沒有什麼好日子過 平均每年都大概是500億左右 有些400到萬 有些500出頭 其實這個數字 是養我們一半人的 我們怎麼夠吃呢 整體的工程量來說 以全港來說 整體下跌了三成左右 當然我們的行業 有些是做公務工程 有些是做私人工程 不同的範疇 在這邊的餅沒有了 我們就去另一邊找 其實會造成惡性競爭 現在其實已經是 因為事實上 我們需要養這麼多人 因為我們做建造業 是一個勞工密集的行業 釘板紮鐵落石屍的工友 是幫我們去做這個建造工程 你不夠工程 他怎麼開工呢 現在其實工程量 就跌了超過三成了 而工友的開工 尤其是以前我們訓練的學徒 現在根本沒有工作 很直接講 我們當年訓練學徒 就是要配合香港的發展 如果我訓練了他之後 但是到一天不夠工作的時候 那個師傅跟了你十幾二十年 你是不是不聘請他呢 那你自然要照顧他 唯有保留一些自己的基本團隊 所以也有很多工友 現在是不夠公開 或者甚至乎是沒有公開 好像剛才黃平理事長說 有些工友原本做釘板的 沒有公開怎麼辦 集工就行了 我們不是貶低集工的工作 而這個根本不是他專職的工作 他自然就沒有那麼順手 也容易引發其他不幸的事件會出現 但是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 最終小企我們不能夠承擔這麼久 我們不可以不出糧 我們也不可以不照顧他工友 大家的團隊 我們可以再講兩句補充一下 機電工程方面 實際情況跟聽板炸電或其他國法一樣 但工程不同的工程是不同時間 聽板炸電落石是早期的 到機電要做些電梯或電梯等 有些事情是做最後的 但現在到了5、6年 各個學業都影響了 我們的學業 都是不時做過文權的 最近的文權調查 工人缺乏情形最嚴重的 就是機電工程 這就是大家的治療嗎 其實真是一個很不正常 很不健康的現象 就是時高時低 變成真的要麼就做死 要麼就餓死 變成一個 就算在管理上 都是非常之困難 這個不單是行業方面的困難 就算政府部門 其實在面對這個情況 在工程管理上 都是一個困難的局面 議員打算怎樣幫助大陸議員 其實大聯盟 他之前都說過了 其實過往差不多每年 他都是約見立法會不同黨派的議員 反映這個現實 也是嚴峻的問題 經文聯今天也都聽到 他們很實在 也真的有數字出來的意見 經文聯當然對於這個現象 也是非常之 認為是一個嚴峻的問題 我自己作為公務小組的主席 你看到 其實我亦都盡量是加會 盡量是能夠以一個 應該是這樣說的 既是公平公正 亦都是相對來說 有合理性去處理這些撥款申請的討論 剛才亦都提到另一種狀況 就是公務小組和人事編制小組 實際上就是受財務委員會委託 去審議政府提交的撥款建議 公務小組相關於工程方面 而人事編制就是政府 就開會的要求 但現在情況就是 兩個小組審議了 通過了 往往都需要去財委會 再重新討論 這也造成塞車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這一方面 其實財委會的主席 陳建波議員也是多番提出這種情況 在公務小組 我們繼續和秘書處審視可能的加會時段 在這個時間上加碼 希望可以一月早審議這項目 接下來也有很重要的基建項目 是在審議中的 這就是古洞北和粉凌北的基建 那裡涉及三百多億工務工程的撥款建議 還有這些基建 正如剛才Lawrence說的 基建即是民生 你看看開業想像 新界東北要發展 古洞北、粉凌北 已經有了規劃去發展 也能夠提供很多的住宅單位 大部分的公屋 這樣的話 基建當然要盡快 開工是越好 由於剛剛是 昨天的公務小組會議 審議兩個小時 都仍在審議中 所以要等到3月20日 公務小組再開會 才能夠繼續審議 在其他的時段 其實已經有些加會的安排 已經確定了 而另外 繼續有些可能的時段 必須詢問議員 如果我們足夠法定人數 我們都會利用這些時間去加會 實際上 一年 安排的例會 三十多個小時 現在已經是例會連加會 已經去到28個小時 等於以往一年開會的時數 的大部分 但數字還是比較緩慢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都靠時間去搭救 我都相信 大聯盟 向各個黨派不同的議員 反映這個嚴峻問題 他們都應該是 聽到 也都應該 在這方面 要審視 目前這個對於民生 對於業界 對於香港的嚴重影響 即使你在公務小組 過不了的項目 財委會是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通過任何批准 以錢可以給它下去的項目 所以整個樽口 就在公務小組 和日誌編陣那方面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 昨天兩個小時都未完 那你又要挺多 14、5天才再開會 那你財委會是永遠都 4月都開不了的了 你4月開不了 那如果要開其他事情 也是這樣 所以慢慢阻塞在這裏 希望真是大家同時可以 真是幫忙 怎樣去加快回去 因為不是第一次在公務小組 提結 即是問一些問題 在這個事務委員會 已經問了很久 所以問完事務委員會 在公務小組又問 落到財委會又問 這些問題好像 剛才Loris說 問完又問 問完又問 這樣已經永遠停進去做 其實石家謙議員說得很對 因為現在立法會 你知道審議這些撥本建議 都是三級制 先去相關的事務委員會 然後去到公務小組 或者人事編議小組 然後最終去到財委 在以前 其實兩個小組審議之後 財委會就很發過了 但現在其實每一個環子 都是塞車中的 現在就說開了28個小時 一年是三十幾個小時 現在已經開了28個小時 28小時已經加了10個小時的加會 即是說例會 我們開了18個小時 然後加會就10個 所以加起來是28個小時 總體是去到80個小時 差不多 但今年能否找到80個小時 我真是很爽 即是今年的時間 可能多過80個小時 如果是這樣的速度 如果是這樣的速度 就真的要多過80個小時才行 但我的擔心就是 能否找到80個小時 是很誠意的 即是那時候加會是 即是財政預算之前 即是財政預算之前 現在財政預算之後 我們要做財政預算的工作 所以你去加會的時間 在甚麼時間去加會 在財政預算案 在拉布大會 一直加會 其實大會加會的時間 其實其他的委員會 和小組就要讓路了 所以這個為甚麼 在那個時間上 其實是存在 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的問題 還有我也想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加會不是一個健康的行為 那些議員怎樣去履行他的職責 才是最重要的 那麼我們過往那麼多年 行之有效的方式 是不是現在用一些隱性的拉布方法 去推論他呢 問問題都不給問嗎 經常都說這句 但你問的問題是無聊所說 還有一件事 你之前在事務委員會 要問的應該全都問了 那為甚麼你問完之後 又重複再問呢 還有你問的方法 你問的問題 根本上是一些很技術性的問題 你如果給我看 答了他都不知道是為甚麼 你根本就不是專業人士 你問這些問題 你都不認識的 應該在事務委員會的時候已經問了 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想學習的 你就跟相關的政府部門同事 約時間 上去寫字樓 半天 不要說兩個小時一節 給四個小時你慢慢問 問到你滿意為止 行不行 為甚麼要你把這些無聊所說問題 走上來立法會問呢 就是為了拍照嗎 因為有現場直播嗎 如果是這樣 我會建議取消現場直播 大家無謂當是一個表演舞台 認真做自己的工作 問一些正常問題 是吧 我和石樓謙議員 接著 明白明白 謝謝兩位 你們繼續 好 幫我寫一下 讓我們的議員看看 好 不妨礙你們繼續寫 謝謝 謝謝 好